政與政業及政命 禁禁禁以為信 發生到政見政思維這個是會議 政與政業正命這個是禁禁以為信 政見與政思維是會選 依於政思維而來的要求實踐 必然引發政與政業及政命 有這三政道 就是三類 三知 政道 政語 這個是口焉 口焉裡面端正的語言包含不妄語 不兩者 不惡可 不情語 包含這四類 就是端正合法的語言文字 不妄語 就是是說不是 不是說是 虛妄 狂妄 兩者 是鬥夠兩頭 就是講誰說誰 在這裡講那個人 在那個人 講這個人 讓這個兩個人 因此而起煩惱 造業 惡口 就是講誰不好 講誰不好 那麼這個是惡口 就是講粗話 動不動 就講這些粗話 不堪入耳的話 奇語 奇語就是講不善不思的話 那麼這些是奇語 它是愛 但是是奇語 那麼惡口是不好聽的話 奇語可能是好聽的話 但是是 就是貪愛 懶著的 不正經的 這種的 那妄語是 就是不確實的 虛妄的 假話 就不一樣 所以基本上把語言分作這四類 四類 包含了一切 一切就是不好的語言 包括文字 都是這樣 那麼正業 指不殺 不道 不允 合法的生業 就是 這個法 合什麼法呢 我們常常講 合法 如法 那麼基本上 指的就是所謂的 三 現在這個是善法 清淨法 這兩種是不一樣 要惡法 惡法 善法 跟淨法 有違法 無違法 那一般合的就是善法 合的是善法 或是清淨的 禁法 無落法 那麼這裡講 就是比較合法的 生業 正面是合法的經濟生紡 那這裡如果是在家 他就是不殺 不刀 不邪淫 那因為這裡是指三聖共法 是出家 所以他是不允 所以這個法不一樣 就是如果是在家 那什麼叫做 什麼叫做正業 在家的正業 不殺 不道 不嫌疑 那麼出家的正業 就不是啦 不殺 不道 不也 那正命呢 在家出家也不一樣 在家的話 在家的話 做生意是正面 出家的話 做生意就不是正面 在家做醫生是正面 出家去做醫生就不是正面 類似像這樣 所以我們說這個法 因為這裡是三聖共法 它就是合於什麼 合於清淨的 解脫的 是這樣子的 在家也有正面 在家的正面正業跟出家的正面正業不一樣 那世間的正見跟出生的正見也不一樣 好 所以有合法的經濟生活 那出家的話 合法的經濟生活就是什麼 就是脫波起始 那在家的話 就是要做生意賺錢 謀生 技術 做水民工 做木工 那麼做生意 種種種種這些 但是這一些不能有傷害別人的行為 有邪見的行為 所以比如說你這個殺生的 或是偷盜的 或是邪癮的 這些行業 基本上就 即使是在家 它也不正面 或是你這個騙人的 詐騙的 就賣一些毒品的 或是這些種種 有傷害人的 讓社會混亂的 讓眾生痛苦的 讓國家不安的 這些 這些基本上都是在家裡面 也是不正面的 違反人情 違反國法 違反是善良風俗的 這一些基本上也不正面 那出家就嚴格一點 在家的開計程車 這個是正面 出家的開計程車就不是正面的 我們知道台北有一個出家人在開計程車 這些基本上就是說 因為這裡是三勝共犯 所以它從這裡講 合法的經濟生活 有正確的建定 進求解脫生死 就是你有政見 所以政見很重要就是這樣 所以你看 剛才開始都是強調政見 然後最後一定強調什麼 要將政法九處人間 要付審政法 你沒有政見拿來的政法 沒有政見拿來的政法 尤其是你有影響力 你有威得力 但是沒有政見 那個更麻煩 你人遠遠又好 又口才又好 然後你又有威得力 可是你沒有政見 糟糕了 你說的不是政法 可是大家都相信 那是麻煩 所以你要久政法九處 這個政法就是你依政見所說的法 要不然你說的法並不是正法 可是因為你有威得力 你看起來又有修行 遠遠又好 又慈悲 這糟糕了 可是你說的基本上是不政見的 那麻煩了 麻煩 所以你看 都是要以政見為先 那麼你有了政見 然後進而有出離心 就是向解脫 那麼進秋解脫生死 一定會表現出合法的行為 我們叫做儒法 何與政法的行為 叫合法 這個法並不是事前的 我們叫這個事前的法律的法 不是 這三者都是以清淨的戒學為提現 這三者是什麼 政理 政業 政命 就生口義嘛 生跟口 生跟口 戒主要是身口 戒主要是身口 所以這個以清淨的戒學為提現 所以要有政見你才可能 所以你如果沒有政見 你持戒也不能得戒脫 那口型外道 持著戒多遠 持那麼遠得戒也不會解脫 修訂也不會解脫 那瑜伽外道 修訂修得 修到非分想去 修到事無設定 事長八定當中修了也不能解脫 也不能解脫 解脫一定要有無我的政見 你要升天 升天不一定有政見 但是如果你有邪見的話 你也很難升天 因為你邪見會造惡劣 你會因為無知而造罪 你不知道 你沒有錢的時候 你沒有辦法供養 你有錢的時候 殺豬殺鳥 來祭天來供養 本來沒有罪 因為你無知就造了很多罪 所以這種政見 不管是世間的 或出世間的政見都很重要 世間的政見 免於你多三二道 出世間的政見 可以讓你得戒脫 其實這樣子 有政見 有政思維 你的戒 你才是八正道 你的戒才是佛法 才是儒法的 要先儒法 才能儒律 那你不儒法 你是照規矩 照規矩不一定儒律 儒律是為了要儒法 你要 就是要能夠得解脫的 或是要能夠不做三二道 學佛基本上就是三個要求 就是三種性 第一個要求不做三二道 這個就是冷天上法 不是三二道就是冷天 就兩種而已 那不做三二道 這是第一個要求 第二個要求就是能夠出三界 不沦迴 就是第二個要求 這個就是三生共法 第三個要求就是不只是自己不沦迴 不做三二道 那麼我們要成佛 讓很多人都不做三二道 不沦迴 這個是普提心 要成就佛道 基本上就是這三個 就這三個 那都建立在政見上 都建立在政見上 普提心 出盈心 真上身先 都建立在政見上 好 那麼在家弟子的證明 現在講到在家跟出家證明 在家也有解脫的喔 在家證出國二國三國的 他都給有 也很多喔 你看他佛頭的父親也證國 平伯索羅王也證國 波斯尼王也證國 莫利夫人也證國 聖范夫人也證國 這個都在家人啊 還很多耶 徐達多長者也證國 然後聘舍學也證國 那是女眾 布斯第一的 幼婆怡 也證國 然後證三國 都證國 非常多喔 那 他說在家地子證明 要有合法的職業 我們說這個合法 不是合事先的法 就是沒有殺到人了 第一個 不傷害眾生的 沒有增長邪見的 你不傷害眾生 你去算命 然後上波這些 如果你算命引導眾生 那麼往好的地方 那還一定當別人 那這一些就是 有些是增長邪見的 這種或是做巫師啊 做什麼這一些的 雖然也沒有傷害眾生 但其實也有傷害 我真的來講也有傷害 那這種也不是合法 也不是合法 那甚至在佛法裡面來講 賣酒也不合法 就是經營這個酒店賣酒 那基本上看起來事先是合法的 可是從佛法來講 這個是因為佛法有九戒 那酒會增長於吃 酒會增長於吃 而且也會讓人沉迷 令人懶著 令人沉迷 那這個部分是 這個部分是間接的傷害眾生 所以也從正面來講也不可能 所以以前印光大師有一個信徒 他就是開酒莊的 在香港開酒莊的 做酒生意的 然後他那個時候戰亂 他要請印光大師把香港去接受他公園 印光大師問你做什麼生意 他說他已經賺了很多錢 他還在香港蓋一個金色龍 蓋得很漂亮 然後要請印光大師過去 印光大師知道他是賣酒的 說你先把酒收 九月收了 他都已經賺了那麼多錢了 錢都花過 而且他年紀已經到了 他還捨不得賺那個錢 你應該這個時候死 你看現在已經死了 不知道死好幾年了 如果那時候他聽印光大師的話 就完全不一樣 現在再來完全不一樣 好 完全不一樣 第一個他跟印光大師有因緣 而且印光大師受他邀請 共產了印光大師 然後他又把這個酒莊的因緣斷了 然後為什麼他能斷酒莊 因為他有這個心 他要什麼 他要學習佛法 所以他的佛法的因緣就會生 那他這個東西捨不掉 所以他那個佛法的因緣就進不來 進不來 你看 現在已經過了好幾年了 因為他到現在已經過好幾年了 他現在不知道在哪裡 可是如果那個時候 他能夠就這樣 學習佛法 能夠知道這個不正面 然後他死掉了 錢都已經賺那麼多了 子孫都花不完了 那個錢很多了 他花都花不完了 那麼可以做一些命運眾生的事 那這個就不一樣 現在就不一樣 他可以 但這一點可以讓他少修五百年 如果他這樣放不下 那過幾年還是死掉了 過幾年死掉 那現在呢 現在 因為他這個 他如果那個時候可以 印光大師 他把他接去他那個道場處 至少共產一個月 我告訴你 這不得了 而且學習 而且他能夠這樣 能夠這樣 能夠這樣從走入正面 那不一樣 這邊有時候 他有那個因緣 可是他沒有辦法把握 很可惜 那在我們底下看 所謂要有合法的職業 合理的取得錢財 在使用方面不可以過於浪費 你也不是說我有錢 這是我的錢 我高興怎麼花就怎麼花 不是這樣不行 奢侈 奢侈也不行 浪費也不行 雖然你有這種能力 雖然是你賺的錢 但是你太浪費了 損福 損福 那佛法裡面 佛法裡面有兩個 一個是損福 一個損得 沒有錢的人 通常都會損得 有錢的人 有些都是損福 都是太浪費了 太浪費了 也不可過於簽令 簽令就是捨不得幫助人 一般我們講千貪 千貪 千就是自己有的捨不得幫助別人 貪就是自己沒有的 別人有的 那麼老師想著怎麼把它變成自己的 這就是貪 已經有了 已經有了 你自己已經有的 覺得不夠 不夠多 不夠好 想要更多 那更多多貪 那簽 簽 簽貪 簽令 是捨不得的 自己已經很多了 那也捨不得給別人 就不願意給別人 願意放到壞掉 不能吃了 丟掉也好 就是不願意給別人 捨不得給別人 應該要遵行佛說的中道生活 就是也不能太吝嗇 也不能太浪費 不用太奢侈 也不用太刻苦 有些佛教徒 有些佛教徒 我聽說要節省 而且他覺得不能有貪心 他說怎麼樣呢 他說師父 有一天有一句是我 師父 我們去買橘子的時候 我們都會挑好的 這個是不是貪心 我說不然你要挑爛的 是不是 當然挑好的 那你好的有好多錢 那你說那這樣是貪心 這事情是過了 這樣是貪心 那你用5塊的錢去買他 2塊的品質 那這樣是不貪 這個叫做魚吃 對不對 那你5塊就買5塊的 你也不要說你賺我3塊 那你就貪 那5塊我當然挑5塊的 就挑好的 那你說那這樣我就貪心 那還不然你就買5塊的 你專門挑爛的 是不是 那現在何必要這樣 也不要這樣 那其實他就是總共的 你也不要太偏人 所以太刻苦了 你不需要 因為佛法不是要吃苦 佛法是要離苦 他不是要吃苦 很多人以前的修行觀念就是 修行就是吃苦 所以就要吃苦菜 不是啊 佛法不是為了吃苦 吃苦不一定能夠離苦 以前都講吃苦就了苦 那個是苦行外道的觀念 沒有啊 吃苦不一定離苦 要斷苦因才離苦 這個觀念啊 你又有啊 很多人認為吃苦就離苦啊 我吃不好 我穿不好 那我就很離苦 那提伯達多應該可以解脫啊 提伯達多過得比釋迦佛還刻苦 釋迦佛拖到什麼吃什麼 提伯達多也拖過 而且但是他好的他不吃 魚 肉 牛奶 酥 這些是好的不吃 提伯達多不是吃素 提伯達多是吃苦 所以有些人為了 提伯達多不吃魚肉就吃素 不是 當時的魚肉是好的 所以他也不吃牛奶也不吃乳肉 這些是好的 蜂蜜這些都好的他不吃 他要吃苦 他不接受因供 他一輩子都脫過 佛陀有時候會接受因供啊 波斯利往因供他也去啊 平波斯利往因供他去啊 屁捨全夫人因供他去啊 因供都是很好啊 提伯達多不接受因供 他吃不好 他脫過 而且他只脫那個不好 好的給他他不要 他蓋起來不要 吃苦啊 那穿的衣一定是份掃衣 他不住房子 他住樹下 佛陀有時候會住房子啊 房間啊 房間比較好 又沒有 不會日曬 晚上不會有蚊子 不會有風 下雨不會被淋到 總算比較好啊 但是如果沒有住樹下他也住啊 有好的他也吃 有不好的他也吃啊 那樹下他也住 房子他也住啊 衣服有份掃衣穿也可以 不是份掃衣 那一般的衣服也可以 當然也沒有太好啊 那佛陀是這樣的 因為這個不是重點 這個不是重點 他只是一種 一種讓你修道的一種 一種方法而已 支持你修道的而已 那提伯托都不是啊 提伯托都看起來比我有修行啊 實際上不是啊 因為修行他吃只吃不好的 住只住不好的 住只住樹下 穿只穿不好的 那你說他吃不吃苦 他吃苦啊 佛陀還不一定吃苦 佛陀沒有吃苦啊 可是這樣提伯托都怎麼會下定義 心不對啊 吃的比別人不好 住的比別人不好 用的比別人不好 你的心也比別人不好 那有什麼用 不能解脫啊 他不是吃苦得解脫啊 吃苦不能離苦啊 他一直苦啊 苦什麼 提伯托都心裡面雖然吃苦 沒有辦法離苦喔 他以什麼為苦 他一直覺得 我跟佛陀也差不多差不多 可差很多 他以為他跟佛陀差不多 從小就信聖 他們還沒出家的時候 他後來跟佛陀出家 他就覺得大家都只看到佛陀 沒看到我 所以他一直覺得 我跟佛陀也差不多一樣啊 我也可以做佛陀啊 所以他心裡面一直忌妒 怨恨不滿 他以這個為苦 他有這個心嘛 後來升起稱讚嘛 要害死佛陀 為什麼 他後來佛陀就講他 因為他為了要得到阿澤世王的供養 因為大家都供養佛啊 大家都供養佛 如果佛比較尊貴 可是他就被忽略了 被忍略了 心裡不是智慧 他以這個為苦啊 求不得啊 所以 所以他 他就刻意表現自己的修行 要讓人家看到他 因為我有修行 因為當時是苦行的世界 這個 以苦行為修行 所以他有苦行 他就認為他因為修行 他讓他得到人家的尊重 我們就說八風嘛 稱積毀運 歷酸苦樂 他讓人家稱讚他嘛 他中他的名聲嘛 結果佛陀講 他為了這樣 得到阿澤世王的供養 怎麼樣 去練神通 練了神通之後 表現去 去表現給阿澤世王看 然後 故意去討好阿澤世王 慘命 吃阿澤世王的口水 佛陀回來喝著他 他不滿 在大眾中喝著他 他覺得面子掛不住 心裡面怨恨 才開始要害死佛陀 這個 你看 他吃苦 他吃苦 他有禮苦嗎 沒有 沒有 但你也不能夠說 那不用吃苦 不是啊 不是吃苦不吃苦的問題 是禮欲的問題 是禮煩惱的問題 是禮苦的問題 苦因是什麼 苦因是夜 夜因是什麼 夜因是煩惱 煩惱因是什麼 煩惱因是無知 沒有政見 是這樣 那你要把這個 所以我們看來講 要以政見為先 要把這個東西弄清楚 很多人不清楚 真的 所以他講 說這個不可以過於浪費 也不可以過於清令 應該要遵行佛說的忠道 忠道就是偏 不往錯誤的兩邊偏 太過欲熱 太過苦行 太過浪費 太過切灘 都不對 出家弟子 這個是再講 出家弟子 一向是依師主的信思而生活 那這個就是 佛陀時代基本上就是脫波的 到了中國來脫波這一條 基本上沒有 沒有辦法實踐了 西藏也沒辦法 西藏住在高山上 去脫波 下大學那也很麻煩 所以他們也沒有用脫波這一條 中國基本上是 農家的社會 基本上認為乞丐 向人家刑起這個是不高級的 還有一個就是 印度人 印度的出家人到中國的時候 基本上一開始是貴族 貴族佛教來的 所以說外國人到中國來侯法 那麼首先接觸的是那些貴族人 那麼他怎麼可能讓他去啟食 就是他供養他們 最早包括漢明地去請 請這個社魔腾他們過來 那麼他當然是供養在宮中的 從這樣開始 從這樣開始就好像 有些你去請過來的 或是他過來你尊重他 那些貴族就是貴族裡面供養他的 慢慢慢慢從佛教傳到中國是從貴族 貴族佛教開始的 慢慢慢慢轉到平民佛教 那在都市佛教開始 轉到三民佛教的 其實是這樣子的 那佛陀 佛陀時代 其實佛弟子一開始也就是 就是差地力的多 後來慢慢就是他強調的四種階級都平等 後來慢慢佛弟子就各式各樣的 非常多 那當時因為脫波是因為印度當時沙門集團 包括伯樂們基本上都有這種 因為印度人認為這些是修行人 他沒有家庭 沒有經濟生活 所以共產他們有這種習慣 那中國沒有這種習慣 中國的儒教的論文上 人家祈禱是一種很羞恥的行為 所以就沒有 一直到現在就很少有脫波的行為 但是沒有還是有信思共產的 依然是信思共產 可是你沒有出去藥而已 然後他提供你 以前都是國王或貴族提供的 然後提供你 這些都是信思共產的 不是他賺錢賺來的 並不是 所以依新子的信思而生亡 不是他做買賣 種田 這些種種來的 那麼所以佛特別告誡出家人的正命 而非邪命 就是他導致這裡說 要以儀教經的一節來說 那儀教經是佛要入涅槃之前 那麼特別叮臨主婦的 叮臨主婦要怎麼做 這是這個文來幹 他說如說出家弟子 是比邱 持境界者 我們這個叫正命 就是合法的經濟生活 真正正命持境界 淨界就是正與正業正命 正與正業正命就是境界 這裡就要講這三支 就是這三個普提詞 第一個 不得放賣貿易 不可以做買賣 可是做買賣還滿多的 這個開商店的 開什麼的很多 這買賣還滿多的 但是在我們這裡基本上也比較見怪不怪 還要看你賣的是什麼 賣菜的 賣水果的有 有些市場賣 就是個人去賣 去市場賣 擺攤賣 然後開店的也有 開廚師館的 然後賣佛教舞物的 然後這是滿多的 但是這種還要看 不過佛陀規定是不可以的 那有一些像我們說這種 我們說開計程車的 然後當醫生的 賣藥的 那很多 都非常多 安置田仔 安置田仔就是奶奶也就是買了很多病 買了很多田 那中國的話我們說他第一個 因為民情的不太一樣 這個印度人到中國來 基本上是從漢早開始就很多 然後開始就是他安住在他們的 那時候還沒有試院 所以就先住在這個民宅裡面 然後慢慢購養 那個時候還沒有安置田仔之養 後來出家人越來越多了 開始皇帝或是怎麼樣捨出他這個做試院 然後為了他要經濟生活 然後開始給他一塊田 有這種 所以早期都還有那種 這個田是 這些地都是屬於這個試院的 然後租給這些農民來種 然後跟他收租 收稅 然後或是他這些地 然後他去收租 也像都還有這種的 或是買地 然後種古物這一些 去養人民奴婢畜生 那養這些做什麼 養這些當然他有他的經濟價值 現在人民奴婢的比較少 沒有 沒有養這個 養畜生的基本上都要看 基本上有一些是寵物的 那以前的養畜生都是有經濟作用的 賣的或是耕田的 這些都沒有的 或是擠奶的 那但是這個基本上就是 你要養就必須要有一些清晰活動 所以這個基本上都不是無法的 那麼一切種植及租財寶 就從事種植 這個種植也是在賣的 不過現在因為到了中國之後 流行的它是所謂的農產 農產生活 農產生活就是 因為以前中國就是它有一塊地 我們意思的 在印度沒有 印度都是托國 那這一塊地試給你 然後你種 你自己種 自己收 尤其在深山裡面更是這樣子 不然那麼多人要吃沒得吃 所以他就有這個方法 所以才會有所謂的 一律不做 一律不死 現在是我們觀念 那一律不做 就是要根做 要做農事來弄給 還有租財寶 皆當遠離 盧壁虎根 就是收集種種的經營財寶這一些 那麼都應該要 都不能夠 就是這一些都不證明 就是佛陀在教訓裡面說的 就印度當時 基本上也都是這樣子的 那佛陀為什麼要 涅槃之前兵營這個呢 因為可能就是開始有這種徵兆了 很多人開始是有這樣的一個現象 因為佛陀從出家到成佛 三十五歲出家 二十九歲出家 三十五歲成佛 成佛到入涅槃四十五年 那麼大概在佛陀要涅槃前幾年 那麼很多佛教的生態已經變得很複雜了 變人很多 很複雜了 提佛達到都破合合身了 那六群比丘那些 算是有一些或是有一些 有一些就是都是 比較有一些就是往事先走 那所以佛陀看到這種現象 那麼他在涅槃之前 因為要涅槃之前 叮零的話 又是很重要的 一個人要死了 不會講什麼 不會再講什麼 就很重要的就交代了 那佛陀要入涅槃 要離開了 那佛弟子還很多 那要怎麼樣交代他們要做什麼 就像諸葛亮也告訴他的兒子 莫以善小為之 莫以賀小為之 莫以賀小為之 不不為 這種就是說會把一些重點交代 所以這些都是重點 就是說你告訴他的佛弟子 那應該要怎麼樣做 怎麼樣做 那底下看 這個邪命 我們先把這個念完再來看 他說不得斬乏草木 啃腐絕地 那麼 和和貪藥 這個一般叫邪命裡面有所謂的 下口養口 方口為口 齊 四種邪命 口就是 口就是要吃飯 就是命了 就是你要維生 維持你生命的 維持你這個身體會給你生命的清晰生活 我們是用口來吃飯的 下口食 方口食 尾口食 仰口食 它有这四种斜面 下口就是嘴巴往下 就是你要跟脸啊这一些的 然后你要口食是说你要以此为维持生命的 那这个是所谓下口 下口 方口 尾口 仰口 那这是四种斜面 那斩法草木 啃土决定 就是下口 和额汤药 喝的汤药包括比如说严命养生这种的 就是当时也有练丹这种种 那其实包括如果出家卖药做医生都 其实都虽然是好事帮助人 但是他也不正面 那你说他以前就学医的 然后他出家当医生这不好吗 不好 为什么 妨碍修道 那你就当医生干脆在家就好了 还有一种就是那你出了家 那你当医生那你收不收钱 那如果医好了应该有 如果医不好人家不是讲 那更麻烦 那医好应该的也很麻烦 为什么 你医素好 你医素好人就越来越多 你就整天看病就好了 整天医病就好了 那你医不好 那人家讲你的也越来越多 那匠婚越来越多 那也很麻烦 那你要怎么休息我问 所以他就有这个问题 所以但是你如果说你医素很好 那你随缘 那还可以随缘 随缘看到这个救生还可以 那你如果专门再看病 那就很麻烦 这不是一个解脱者应该要做的 沾相吉凶 那就是算命啊 虎卦啦 那现在他讲什么什么啊 这些 这个也有 等一下又指揮朵树 等一下就没花意算 那等一下又打某议长经 反正这些很多 那这个其实也 这个叫做 这个也不对 也是邪命 那仰光新秀 这种都比较属于唯口识 唯就是讲运语 讲方威 唯是四围嘛 四围是东南东北 其实是方威了 方威这种东西 仰光新秀 这个是阳口识 那这个 推步营虚 推步营虚 新秀是讲比如说指揮朵树 心向雪这种 那推步营虚基本上是讲 推算年始节后的 一般我们讲黄道节日 算哪一天哪一天可以做什么 哪一天不能做什么 营虚是日月营虚嘛 那是讲黄道节日这种的 这个也不可以 反正这个就是比较属于 属于这样的 你种植田月 和尔堂 这个都是下口识 那仰光新秀 那么推步营虚这种日月 观风观雨 观日观月 观星斗这种 这些仰口识 那咒素普算极凶的 沾相极凶的 立数算计的 这一些 立数算计也是黄道节日这种的 那么这个 沾相极凶这个是 这个是 这个是 唯口识 唯就是讲方位的 讲这种 那么接手不业 算计是推算年节期后 年节时后的这些人 节生时时 要节制 也不可以 就是这个 这个我们所做的一些 那么要时时 就是不非时时 那饮食要不要太 着重在这个饮食上面 那佛陀大概 不非时时也是后来才有的 一开始也没有 一开始晚上有脱波的 后来因为脱波出了一个问题 因为晚上去脱波 印度有些人长得很黑 所以晚上脱波看到 也看到鬼 人家怀孕下到流产 开始人家在批评 很多沙门也是 晚上不去脱波的 人家后来佛陀 也就照着这样 就马上不去脱波 就明武快死死了 就日中一死了 就洁生时死 就是节制我们的行为 那就是你不要太 太武裕上 武裕上太享受 就叫洁生 然后饮食上 要就是日中一死 过午不死 清静至佛 所以淋欲清静 这样来过生活 那参与不得参与世事 参与世事这个叫做方口史 方口 所说四方的 参与世事就是政治 音乐 表演 这些 艺术界的 演艺界的 政治界的 这种都是参与世事 参与政治的也很多 这种其实都是不应当的 然后通智使命 一样就是做死什么 去做当这个两党之间 两岸之间 两国之间的死者 你想这种 通智使命 咒術宣押 咒術念咒 这些基本上也是尾口识 咒術宣押是尾口识 念种种的做 然后这怎样怎样怎样 好 因为时间到 我们先讲到这里 后面 后面 下次再来讲 接下来贵人千后协谅 这个讲到这里 刚好就是四种识 下口两口 方口五口 四种协谜 好 大家会长不下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切 我等于众生 皆共臣佛道 皆共臣佛道